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该大力放空呢 今天大盘再度跌了612点 跌破了2万2500点 量能也还蛮大的 5500亿 那整体大盘来看的话 近期杀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凶 几乎是这三天 就把这一个多月以来的涨幅全部吃掉 光光是这三天 456 451 这三天就把这一段的涨幅通通都吃掉 那究竟在这个地方 大盘它反转了吗 各位我今天会有我的答案来跟你说 之前在7月2号的时候 我就说三与玉来丰满楼 但是我不是说要翻空 我主要要跟你说的是融资的部分 不管是上市还是上贵 融资的角度来看 跟量能的角度来看 它的确是过热 过热的话会干嘛 会修正嘛 所以它真的回来了 我在7月2号的时候就领先 跟所有的朋友们说 有这样的风险存在 除此之外 你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问题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的新台币 新台币它创了八年以来的新低 从这里2016年 一直到现在2024年 在近期的时候 它又扁破了八年来的新低 那台币如果一直在贬值的话 在台湾的资金 台湾的外资 它本来就会把资金提款走人 所以你会看到在近期的时候 为什么外资一直在卖股票 并不是不看好我们台湾 是因为会有汇差 所以它不得已 因为台币一直在贬 它不得已只好把资金给撤走 那这对于台股来说 并不是一个正面加分的内容 But 已经来到了八年的新低 也代表了它在相对低档的位置 你要砍在最低点吗 再来 古神巴菲特他说什么 就是古神巴菲特的现金水位 到了近期的时候 来帮我拉近一点 这是2005年 这是2010年 这个时候发生什么 雷曼兄弟的事件 然后2015 2020 一直到现在2024年 他的资金水位 反而来到了最高点 比之前雷曼兄弟的时候 要来得更高 波克夏第一季的 现金水位的部分 由2023年第四季的 1676亿美金 升到了1890亿 他连他最爱的苹果 最爱的美国银行 他都在卖了 他创下了有史以来 最高的现金部位 而且他还预告了第二季 也就是随后要公布出来的 现金部位会再增加 到2000亿的美金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代表着股神巴菲特 他说在这个地方 他找不到便宜 并且他想买的股票 那这个问题 坦白讲蛮大的 蛮大的 但是你去回推到了 西元2000年 那时候网路在网上 黄标的过程当中 比尔盖茨变成了 从原本的巴菲特的小老弟 变成了世界首富 就是在西元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谁没有听过微软 谁家里的桌机一打开 并不是Windows的系统 全部都是嘛 那个时候他网上狂飙 那时候巴菲特也不买 巴菲特也认为有问题 当然事后证明巴菲特是对的 可是这个事后 花了多久的时间 才证明巴菲特是对的 花了三到五年的时间 才证明巴菲特是对的 那现在巴菲特从去年 开始慢慢不买了 他除了买一些什么西方石油 苹果之外了 到了今年苹果也开始慢慢的 把它给倒出来了 但是这也不过才过了一年 AI的浪潮难道会从这个地方 突然之间因为巴菲特他不看好 全球的经济就因此而停摆吗 当然这是一个问题 他有他的看法 我们也很尊重巴菲特的看法 但问题是他不代表答案 再来 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要稍微注意了 大盘 日K MACD的部分 你看他这一次在创高的时候 MACD从技术指标来看 它是背离的 它这边的柱状体 没有比前一波的柱状体高 照理来讲 当大盘在创新高 当指数在创新高 不管你MACD的角度 是运用在大盘或者是个股 创高下面的柱状体 都要跟着创高 它才叫做真的创高 而这个地方却没有创高 代表是背离 背离之后本来就会干嘛 会修正嘛 所以他突然之间就死亡交叉向下 并且往下的力道还蛮强的 因此有这一段的回档 那再从周K的角度过来看 就是大盘的周K 从KD 他也在这里 你看这边的周K 一路在创高 而周KD的部分 却在这里没有创高 代表他在这里顿化了 因此他在这里发生了 严重的背离 这边一路往上飙高 周KD却没有过高 他就横盘在这个地方 所以随后他也干嘛 死亡交叉向下 那周KD死亡交叉向下 周MACD呢 他还没有死亡交叉向下 But你看 他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也发生了局部背离的状况 并且来帮我拉近一点 他似乎只差一点点就要死亡交叉向下 所以从这个技术指标的层面来看的话 他的确有转弱的现象出来 各位我说的是转弱 而不是翻空 怎么说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张图 这个叫做大盘的日K 你看 发生了背离 所以死亡交叉 柱状体翻黑 But MACD除了看柱状体之外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什么 叫做上面的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叫做快慢线 来帮我拉近 这个地方叫做零 零轴之上代表多方 零轴之下才代表空方 也就是现在的MACD 即便他有一点点的背离 他现在在修正他的管理率 But 快慢线他依旧在哪里 零轴之上 来看整个图 这一波以来 快慢线不都在零轴之上 即便这个地方他也有 你看这边跟这里 这里也过高 柱状体也没过高 这里也发生背离 所以他真的也回了 对不对 回到了就是将近要78日线 这个地方 我一直跟你说的 78日线不能破 他就回到这附近 然后就开始决定大板工 因为柱状体即便翻黑了 上面的快慢线也没翻黑 没翻黑就是多头 那既然是多头 经过了大幅度的拉回 不就是漂亮的买点 好 再来 看周K的部分 周的MACD的部分 你看 来一样帮我拉近一点 在柱状体的部分 即便有可能会翻黑 But 快慢线的部分呢 他离零轴之下 还有非常远的距离 非常远的距离 所以你看 前一次要 等到他翻到零轴之下的时候 是2022年 那个时候大盘 一路向下刹的时候 他才有翻到零轴之下 从这波反弹 大概两年的时间左右 两年的时间 MACD的快慢线 始终都在零轴之上 这就是一个多头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忧 完全不用担忧 并且还有新的新闻 我继续讲下去 拜登他宣布要退选了 然后他的副手 贺锦丽 将会要参选 即便对外还没有 这个确定是他 但是八九不理事 应该就会是他了 不然他们也没有其他人 可以派出来 那贺锦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现任美国的副总统 兼参议院的议长 然后他曾经担任 旧金山最高的检察官 加州的总检察官 在2016年的时候 他当选了加州的参议员 到了2019年的时候 他获得了民主党副总统 候选人的提名 并且直接来看 最重要的民调的部分 把拜登给换掉之后 CMN针对六家的民调 贺锦丽的支持度为47个百分点 川普是48个百分点 要知道川普在上上个礼拜 才刚中了一枪 从整体民调来看的话 居然只相差一个百分点 也就是未来当贺锦丽 他上台之后 人民对他的这个 所公布出来的他的想法 他对美国未来的愿景的部分 更加的清楚之后 中间选民他势必会往他靠拢 所以拜登在最近大盘的震荡 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肯定就是因为川普 川普很爱放话 你要我保护你还要收保护费 那你就不再是老大哥了 你是流氓在收这个地方的保护费 那整个世界在 不管是在贸易的部分 在自家安全的部分 似乎少了一个信念 所以大家会怕 那如果川普他不会当选呢 是由赫锦丽 他会当选呢 那大家是不是心里面会觉得 稳定很多 至少他是按部就班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美国过往的风格是怎样 他会把过往的风格可以展现出来 所以未来在世界上的每一个 所在地 每一个人民 每一个国家 他会觉得说我还是很安全的 包括了在贸易的部分 所以这对于未来的经济 势必是正面加分 那现在就已经是47比48 未来当他真正 有确定是他上来的话 我认为这个民调 反而会开始反过来 他变48 川普变47 到最后他会超过一半的支持度 他会超过一半的支持度 那这个川普方面的干扰就会消散 再看大盘的部分 我就说他大盘本来就要回到哪里 78日线 你看在最近的时候 最近这几天从高点回当以来 大盘已经回了将近要10个百分点 回了2286点 回了2200多 快要2300点 你要杀在这个地方吗 或者是在这里 反而是进场的机会点 我很多的股票 都是利用大盘 在拉回的时候 我很多的股票 全都是利用 这个很棒的股票 在倒霉的时候 股票你要买在什么时间点 他倒霉的时候 他倒霉你才有便宜可以减 我举例好了 像3034的联勇的部分 他之前是不是有倒霉的时候 然后就涨起来了 讲2330就好 他之前是不是有倒霉的时候 有啊 不就涨起来 倒霉的时候不就涨起来 倒霉的时候不就涨起来 现在回得这么深 问题是这个重要的颈线位置 也没破啊 那这里 没多久之前 他还在1080元 现在剩下938 939 1080 剩下939 差了150 一张差了15万 你不觉得便宜很多 1000多块的台积电 一堆人要买 但是少了15万之后 没有人要买 你不觉得这市场很荒谬吗 各位 一样 八二法则 你要当那八成的人 随着市场的情绪 冲高就觉得很兴奋 想要追股票 杀低就觉得很悲观 想要卖股票 或者是这一次 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 你勇敢的把你的情绪 放到一边去 金刚经说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你看到的事情 你认为的方法 你心里面所存在的情绪 都是假的 都是如梦幻泡影 它都是一个虚幻的内容 你该怎么做 你心里面那个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那个自己才是真的 股票不应该追高吧 但是股票应该要减便宜吧 那现在到了减便宜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买 现在大盘已经将近要回到了 这个78日线 最佳的买点 从去年11月份以来 你看 78日线 从去年 来帮我拉近 从去年11月份以来 站回去之后 这一条线叫做78日线 从11月份以来 站回去之后 从来没有跌破过 那终于等到现在 因为乖离过大 我刚刚的技术指标 跟你解得非常清楚 没有翻空 是乖离过大 拉回之后 接近78日线 又跌掉了这么多 各位这就是买点 你在这个地方买股票 你立刻赚了2286点 未来联主会还要降息 未来美国还要选总统 未来的川普效应 会慢慢被递减掉 当世界要回归正常的时候 当所有AI在蓬勃发展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鬼骨子早知道 我就在大盘大跌的时候 赶快买股票 各位不用早知道 这一次我们来做对的事情 当大盘在大跌的时候 我跟你分享这档川普列车 现在来开牌 它不就是 4916的四星科 18号跟你做分享 19号创高 今天又再创 波段新高 对的股票 它照样可以照涨不悟 所以不用怕 不用怕 只要有好的方法 有来看我现场演讲会的 你都会知道 我在买股票的时候 从基本面 从它未来的可能性 跟大户筹码 甚至于特定分点 它怎么在使用这档个股 它如何在安排这档个股 我都解释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既然有方法 有功夫 就梅洛夫 我们就会有下一档新的股票 那现在大盘拉回了 一起加油 会有好的买点 所以如果有需要帮忙的 各位大盘大涨 我还懒得推专案 但大盘大跌 我一定要来帮你 不会是 要翻空 是要大反攻 绝地大反攻的专案 送给你 第一个我要帮你做的是 持股方面的救赎 如果你的股票太多 如果你的股票不对 你赶快来找我 第二个我要帮你把 不对的股票换掉之后 现在是低点 我要帮你标股重压 把不对的股票 换到对的股票 当大盘回到了 他该去的地方 你就会赚钱 就这么简单 但问题是 什么是对的股票 什么是不对的股票 我这边有答案 需要的 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我们一起来加油 导播进广告 有非常多的人问我说 鬼姑子啊 你在节目一开始 所念的那一首诗 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因为它是新来的 但是如果看我节目够久了 一定都知道 这是我自己写的 我去改编 所得到的内容 道通天地有行外 思路风云动静中 阴阳百合皆自得 颠倒清醒日又红 我平常在念的 就是这两句 偶尔会把这三 跟第四句 把它念起来 这里面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句 有行之外 我不要你看的是 台面上的内容 我更要你看的是 台面下的内容 你没看到的内容 它才是真的 你要想 人类最厉害的地方 看不到 却最强大的东西 就是你的思想 你可以想尽一切 你连量子纠缠 你连双缝定律 你都想得出来 思路风云动静中 一动一静 未知得 阴阳百合皆自得 什么叫阴 什么叫阳 什么叫开 什么叫合 颠倒 颠倒 非常多的事情 在你在清醒的时候 当事件顺顺的 往后走的时候 你要从结果回推起来 你去想 如果未来的大盘 又回到了两万五 两万两千点 回到了两万两千点 这个时候 你去买股票 是不是一个对的决定呢 是啊 你一定要从未来的角度过来思考 再来 我还有一个诗 叫做台股逍遥有 这是我认为做股票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多空阴阳谁争风 各路诸侯显神通 天道远方一语破 乐活台股逍遥有 做股票就是应该轻松自在 藉由一阴一阳一多一空的转变 你就会知道说 反而在人多的地方 过热的时候 不见得要买那么多的股票 我在高档也带着我的家族成员 一直在减码 可是回到了低点呢 你该买了吧 各位你该买了吧 在热闹的时候 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候 很多人想买股票 但是他已经进尾段了嘛 你在那边 没有什么肉可以吃 但是回到了这里呢 回到了这里呢 各位你光是从22000 再回到24000 你有2000点的空间 如果他创新高来到25000呢 你有3000点的空间 那我再问你 已经回掉了2200多点 将这样2300点 你砍在这个地方 是对的吗 你有做到逍遥游吗 逍遥游就是捡便宜 然后让他挣 让他换 为了他随便往上涨 你就赚钱了 希望你做到对的事情 我们讲几档股票 索罗门 你看 大盘不好 他依旧维持得非常的棒 罗生 他的整体多方架构完全没改变 3580的有维科还在创高 3686跟你分享过的达能也在创高 股票都还在创高 那这些对的股票呢 双红 拉回 从原本的960变成700块 这不是便宜吗 5234的达心财 原本186变成140 1785的光阳科 也都变得这么便宜 这都是你该开始在剪 弯腰剪 钻石要关注的个股 以及像是3037星星 它也变得有够熟的 对吧 来看这里 景硕也拉回了 雅光也稍微拉回了 达能 我自己跟你讲的 他反而在创高 所以各位 我安腰来减钻石吧 现在是绝地大反攻的时候 跌掉了2000多点 你还希望它跌到什么地方 但是你的股票不对 你一定要来找我 我要帮你把不对的股票 换到了对的股票 再带你重压 未来当整个大盘开始往上涨了 你就可以开始赚钱 666带你扭转乾坤 绝佳的买点即将要出来 就在78的线 有需要的就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我的会员就是三种 没有一堆就是三种 蓝金登峰跟荣耀就这样 有需要的 想要在大盘拉回的时候 一起弯腰剪钻石 一起做对的事情的朋友 请你利用广告时间的电话 未来的行情 我已经看见了 希望你也能够先看见 一起加油 好 愿我如长风 伴君行万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